在摩天輪上深情一吻 這一吻也斷送了他的政治路 民進黨立委趙天玲 2023年被爆出婚外情 愛家形象全會 黯然退出2024選舉 3月才宣布重回校園當教授 現在又有了新工作 榮甘公司29號舉行股東會 會中通過補選一席讀懂案 這一席就是由趙天玲獲選接任 後台還是很暈了 因為畢竟現在是民進黨當家 當已經離開政治圈之後 是大家的關注 也可以相對的降低 消息一出全網炸鍋 又完美示範升官發財 不是大官就是讀懂 升官發財快加入黨 不過這個人也是酸度爆表 有黨最真好啊 榮甘列明軍工股訂單 主要是以各國的國防單位 或是其他大型國防軍火公司為主 趙天玲則是在臉書分享 要跟朋友去沖繩 到櫃台才發現訂錯航班了 回程路上和計程車司機暢聊很開心 感謝上帝的美好安排 難道是一語雙關 但其實政務官員退休轉站公移民事業已經見怪不怪 前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轉站中華開發資本資深副總 前金長王美花一貫立任台信金的讀懂 國民黨籍的前金管會主委曾明宗 則是出任副邦金副董 企業招攬現任官員或是前立委雖然不是新鮮事 不過短時間內能從政壇轉站到企業拿高薪 還是讓許多人好羨慕 歡迎收看陳妍凱當全在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